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shiko Hello 大家好 我是风哥 风哥 你好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实验 实验 你知道实验通常都是科学家在做 对不对 对 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够做很多很有趣的实验哦 特学校的实验是找统文化生的学校实验 那是考古学家 Archaeologist 第一个实验 看到我准备的工具吗 你告诉我一下 余峰 这里面是什么 鸡蛋 然后鸡蛋里边我放了水 然后这筷子是等一下又用来搅拌的 还有你知道这是啥吗 这啥呀 糖 这不是糖 这是盐 好 请你告诉我 鸡蛋放在水里 这个杯里 它是不是沉下去了 是吗 它已经沉到底部了 你觉得它有可能会浮起来吗 在这个水中像游泳那样 嗯 有可能吗 我以为晚上有需要的鸡蛋会不会浮起来 会不会浮起来 可是我觉得它怎么可能会浮起来呢 你看它现在就沉下去啊 到底要怎么把它变成能够浮起来呢 我们来看看吧 好 方法很简单 首先我们先要把这个鸡蛋拿出来 轻轻的放在这个 轻轻的 等一下哦 等一下哦 放在我的手上 好 然后呢 我们把盐放进去 你可以帮我放五大勺的盐吗 来 帮我放进去五大勺 好 一 一 数一数 二 这不够大哦 再多一点 三 三 四 好 我觉得你还要再加多十勺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四 好 我觉得可以再加 我妈妈加多一大勺吧 好啊 然后 我把你搅拌 你搅拌 好 一边搅拌一边跳舞 你会吗 好 盐都在里面了 你看 那水变成什么颜色呢 有另外白色了 变成 好像有一些混浊的感觉 对吗 我动一下 你动一下吧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不同味道了 它还是水 所以它还是一样的触感 只是它不同味道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盐 好 我们要见证奇迹 请你把鸡蛋放进去 看它会浮起来 轻轻的 你看 它是不是在游泳了 刚刚它是沉下去的 你看 它真的浮起来咯 刚刚那个鸡蛋是沉下去的 对不对 我们加了很多盐之后 它就浮起来了 是不是很神奇啊 我太 我太熊吃了吧 它里面还有盐 嗯 对 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搅拌好 可是到底为什么 刚才一开始 这个鸡蛋是沉下去的 现在又浮起来了呢 你知道为什么 又有magic 鸡蛋里面它的密度 是大于水的 所以当一开始 我们把鸡蛋放进水里面的时候 鸡蛋的密度大 所以它就会沉下去 对不对 差点倒掉 这是因为呢 鸡蛋的密度大于水 所以鸡蛋一开始的时候 会沉下去 因为它很重 会沉下去 如果放盐了 它就有一点不重了 我就浮起来了 因为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加了很多盐 然后盐呢 加加加加 进去那个水里面的时候 那个水的密度就变多了 那个水的密度大到 能够把这个鸡蛋 都给它浮起来了 把腿子拿起来 它 它 它 放手 放手哦 我不敢放手呀 放手 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哈哈哈 好 所以我们这个实验成功 很简单 因为鸡蛋一开始 它的密度是大于水的 可是我们只要把水的密度增加 那么鸡蛋就可以浮起来了 更加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盐 放多多盐 然后搅拌搅拌搅拌 如果你要学我们这个实验的话 你可以学我们要拿几勺盐 然后几勺水 你的鸡蛋 你还要拿筷子 你夹 有筷子 好 风哥说的你们听到了吗 在家里可以做哦 对 来到最后一个实验 我们需要一些米 什么米都可以 然后 我们还需要一个碗 没关系 我们还需要一个碗 这个碗呢 然后上面 用保鲜膜给它封住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把米 放在这个保鲜膜上面 随便放上去就行了 好 好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嗯 一芳 你有听过 会跳舞的米吗 你想一想 幻想一下 米怎么跳舞 我不要米跳舞 为什么不要米跳舞 我怕它是真的 你怕 你怕那个米跳舞是真的 嗯 那米跳舞是真的 不就好可爱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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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做这个实验 你不要做这个实验啊 你放心 宝贝 它不会 它不会真的变成一个 会走路的米 它不会 它 还是一样像这样子 我不要 我不要 哎呦 你不要啊 那么没关系 那妈妈做这个实验 你坐在后面沙发远远的看我 好吗 我不要 你放心 那米不会出来的 我说不要 现在呢 我们就做这个东西 你不要害怕 宇峰你看了吗 你学妈妈 我们要制造一些噪音 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喊 随便叫 好吗 你看 宇峰 我喊 一 那个米会开始跳舞 不行了 好 好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要把这个米 让它能够跳舞 或动起来 好不好 不要太久 不要太久 不要太久啊 好吧 好 我们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 我说一二三之后 我们开始喊 好吗 对着这个喊 好吗 一二三 喉咙 喉咙都烫了 你看到了吗 它是不是有动 嗯 不是我们的吹气哦 我们没有吹气哦 我们只是在喊 妈妈 不要再玩了好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它 机会 嗯 我不要 我不要做这个实验 为什么呢 说一个原因 因为 我怕它 长出 手和脚 嗯 好吧 它不会长出手和脚哦 我的小宝贝 我告诉你 这是为什么 好不好 你知道 我们说话的时候 会产生声波 声波 声波是我们看不见的 声波它不是坏人 知道吗 声波它会 没有 我不要 好好好 没有了 我没有喊了好吗 刚才为什么这个米会跳舞呢 因为我们在它这边喊啊 然后 它就被声波 动起来了 声波让它震动起来了 知道吗 在家里 你们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做这个实验 不过小朋友在做任何实验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虽然刚才我们做的实验坦白说都没有危险 可是呢 不管做任何新的事物之前 一定要跟大人一起进行好不好 然后余峰刚刚她很害怕 这个米会真的跳起舞来 妈妈说的那个跳舞 其实是它在这个保鲜膜上会震动 会移动而已 所以你不用害怕好吗 宗斯也来说拜拜是不是 来我们跟宗斯一起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 你要说一定要subscribe妈妈的channel channel不是中国 我是说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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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的是妈妈的频道 一定要订阅妈妈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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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这个红色的按钮按下去 按那个红色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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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哎呦 你要折 很多人呢 哪 好大